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一个风云在起啊 也是那很久没看这个摊分项目了 这一期的这个红张飞呢也是目前为止呢 整个风云在起啊,这个全人物里边呢是一个新高啊 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这个风云在起的记录啊 表演者呢叫做越战第一张飞啊 这位大神的话呢就是娜娜啊 就是一直这个魔杖的记录呢都是这位高手来保持的啊 那么来看看这个魔杖飞为什么能去第一啊 从这这个第一的话呢究竟是这个能打多少分是吧 咱们一关一关的来这个看一下啊 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可以看到呢底下的三个兵们想一个先后撞啊 结果呢没撞好点呃丧失了胆六连 首先呢这个红张飞我给各位介绍介绍他摊分的优势啊 他呢依然是11912呢没有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呢在风云在起里边呢摊分 这项目之上呢帮助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这个红张飞主要是厉害在哪呢 他的加分加分的段数呢非常的早啊 可以看到呢他在打六连 一个六连就是15万啊 这个加分的项目非常早 这是在骗一个暴击啊 他反正我懂了啊 然后呢这个加分的段数非常早以后呢 他的加分能加分的连招段数非常的高 像呢从六连就开始加分 就有15万以后呢 7 8 9 10 11 12 13 14 到这个15连都是一个加分段数啊 跟赵云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这个角色啊就优势在这了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他的这个忠势啊 所谓的忠势呢这里呢提前给各位先讲一讲啊 等会到这个狗洞啊这个里边 你就能这个明白了 这个忠势是怎么回事 忠势呢就是说呢利用这个第一优先的兵 然后呢打出这个连段比如说呢你一个六连15万吧 你这个第一优先的六连呢同时打到第二第三优先之上 打几个就加几个15万 比如说呢这个一起打俩就是30万 好这里注意看啊 这里是一个忠势加破招 嗯好吧 这是打了一个小100万 然后呢这个忠势你可能在这呢看的不太透彻了 但是等会你看里边啊那两只狗 你就能看的这个通透了 好利用小兵的六连呢打到了350万 这里进了之后呢还是一个七连然后看看这俩狗 这俩狗选择第一时间呢这个往下拉 而且这里得提一下他打的这是天王难度啊 啊是天王难度的一个探分 之后过来这俩狗呢他是想一起 然后打一个连中师带破招的两段 应该是怎么回事啊 AA坏了这个位置不太好 AAA反撞 AA好再撞再A 下下A神龙摆尾 下下A一个8连一个9连然后注意看这套的分啊 现在是580万注意看这套的分 看好啊哎总是破招来这里总是扑好 可以看到这一套9连打了200万对吧 你这个9连为什么能加这么多分 你就回想我刚才所说的 整个神龙摆尾的789都是两怪一起打的 所以说呢也就相当于打了两次的789两次的9连啊 这边的9连我想想是多少分啊 这边的9连好像是110万吧还是90万啊 这也是9连90万 所以说呢加上刚才前面的8连两个9连一个8连就是 呃180加20正好是个200多万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物能打高分的一大月一个了 然后这个人物优势介绍完了呢 这烈士也同样是显而易见啊 没有能量在有的时候呢不好保命 当然了这对于高手来讲其实不是大问题 血管低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很容易呢就打打就暴毙了啊 像他们这个摊分的话呢 你可能看我们做视频对吧 A4就成功了很牛逼 实际这一局游戏的话呢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都是有可能的 运气成分呢也很高啊 好这里来了这个小兵大怪一起 把这个就不叫小兵大怪 铁甲跟小兵一起 可以看到呢一套七连打了100万啊 正常七连的话是一个20万我记着啊 你再看这里是吧 故意一起看半招6 7看半招8啊 这里一起损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前上给各位提到的宗师 但你看这个七连看半招 只有这个30多万啊 七连是30多万 OK来到了嫂子第一套往左准备打宗师看好 啊来反撞空阵来这里注意 看半招这一套这个大九连啊 是打了将近200万啊 这就是宗师的魅力啊 也是风云再起壮打戏的人物 像黄宗张飞 诸葛亮这种壮打戏的人物啊 是探分的一个这个好看的点 这位置背啊 这个位置呢 这个独标是让这个阿多搅和了 但是呢自己这个控制的好 又是一手反撞的空阵 把这个孙姬跟这个小兵一起装到 然后呢 杀铁甲给这个七连 然后这里呢 继续再杀 然后等到剩这个两个刀兵枪兵的时候 再利用孙姬打分 打中士 这是第一关打高分的一个秘诀 这个人物呢 并不能像这个赵云那样啊 说这个破招一起怎么地 这个破招的话呢 铁甲顶对就是个八 极限破是个九 没什么大意义 所以说呢 中士是他加分的秘诀 好 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兵打死之后 独技殉导 来一个空阵 两两兵往一起走 有没有 可惜啊 枪名没来 枪名来的话呢 还能多将近90万 然后这里呢 继续下下A 跳梯漂亮 然后继续再拔了 批刀孙姬 跳兵 好这里能破招了 撞A撞A 下下A A下下A 漂亮的90啊 这是一个双兵破招 非常的漂亮 AB 躲一下孙姬 这一波的话呢 就不能打了 因为孙姬的血量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这俩兵就开始杀了 那现在呢 就是咋的呢 孙姬这个血量呢 进入到了一个第二形态啊 你注意看啊 这个第二形态 可能一般人都没注意过 就是这个孙姬呢 他会演变成一个半 隔行出招的模式 有点像这个第二关的下回渊 像那个 下三刀 隔行跨跨轮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看板张 他不主动近身了 这样的话呢 对于探分呢 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呢 咱们这个魔装探分 就怕这个孙姬的血不够用 这样的话呢 孙姬不过了 咱们呢 就不用给他打倒 不用飞他的血 看板张 目前为止呢 都这样的模式 然后呢 这里继续破招 小兵有点这个防御 只能打8 OK 第一关时机 这个红大兵第一关时机 是非常牛逼的一个事啊 OK 这里呢继续 接着杀兵 然后呢 贴家兵 一个跳P 被孙姬防住了 这里往左撞 撞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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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九连 再P 然后呢 上来 撞一破招 撞一破招 再撞再撞 下下A 死了 我以为还能下下A呢 好 然后这里呢 杀兵 跳P 看板张 看板张 看板孙姬再出招 尤其他没动的时候 非常的明显啊 在开局的时候 孙姬啊 这血量只有不下的 这个树枝 它永远都是一个 进身模式 好 这样呢 把这个时间呢 耗没第一关呢 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会以一关一关的方式 给各位展现出来啊 因为这个整体 打起来的话呢 则这一局得两个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所以说呢 一次性两个小时呢 比较费劲啊 咱莫不如呢 一关一关 还能看得通透一点 好 之后呢 最后还能打两套 推下兵啊 咱们来看 这个兵清完之后呢 这是第一套 大怪小兵有没有一起 不是这个 铁甲跟小兵 没有一起 七连 然后被扫子顶下 它还得保持血量啊 因为双马这个 魔装飞 没有这个 能量 双马的话呢 没有血量呢 容易死 然后这里想 很明显想两个兵一起破仗 但是没破仗 这样呢 最后呢 再收一个小七连啊 第一关呢 以这个2600万的成绩结束 非常的牛逼啊 喜欢别忘了点个赞啊 咱第二步再见 拜拜